你有想過嗎 一個國家即將快要破產了 國家破產會是個什麼樣的樣子呢 這個現實的狀況 正在發生在斯里蘭卡 完整內容我們把時間交給若宜 好 我們就來看到這個最新畫面 在斯里蘭卡當地的經濟狀況 現在十分的惡劣 財政部呢 這個星期是宣布說 可用的外匯存敵 只剩下了5000萬美元 大約是15億台幣 結果呢 就引發了民眾罷工上街頭抗議 斯里蘭卡的總統拉賈帕克薩呢 在6號的時候就宣布 國家進入了緊急狀態 警方兩度使用催淚瓦斯 甚至呢是出動了水柱 要來驅趕現場民眾 一起來看現場畫面 那麼不但這個外匯存敵 只剩下5000萬美元 最近幾個月呢 斯里蘭卡還缺乏進口的糧食 缺燃料也缺藥物 示威者呢 他們是聚集在這個國會前的 主要道路上頭抗議 要政府滾回家 事實上呢 當地經濟引發社會的動盪 已經不是最近首見了 總統呢 在今年的4月1號就曾經宣布說 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但是不到5天呢 又撤回 面對民眾的不滿呢 他始終拒絕下台 持續呼籲呢 要成立一個仍然由他領導的聯合政府 另外一個最新畫面也要來關注的是 南韓還有日本官方綜合情資 今天是表示呢 北韓在今天又向東部海域發射了不明飛行物了 而且根據研判應該是前射彈道飛彈 那麼這也是北韓時隔三天再度試射 算一算呢 今年已經第15度試射飛彈了 這個時間點也很敏感 因為距離這個南韓新任的總統 尹錫悦正式就職 只剩下三天 來聽CNN的分析報導 這個新發射 特別有趣 因為它從哪裡發射 Sinpo 南韓是一個南韓的城市 現在這跟飛行程度 導致南韓 美國和日本智慧 公司 測試 北韓今年已經是進行15次的武力展示了 次數呢 比2020、2021這兩年的總和還要多 南韓總統府青瓦台呢 隨後也緊急召開了國安會議 因為呢這個新任的總統尹錫悦 還有三天只要正式就任了 拜登也將在16天之後訪問首爾 CNN曾經在5月初的時候報導說呢 這個美國軍方跟情報機構研判 北韓有可能會在5月恢復 進行地下的核彈事報 如果確實發生的話呢 將會是北韓歷來第七次進行核彈事報 另外呢是這個大陸的海軍航艦遼寧號 以及其他隨行的軍艦 5月1號這一天呢 從這個東海穿越了宮古海峽進入太平洋 根據日本海上自衛隊公布情資顯示呢 遼寧號從3號到5號一連三天在太平洋 進行了編隊演練 日本防衛省的資料也顯示 海上自衛隊呢 在這個5號下午2點鐘左右呢 在距離沖繩宮古島東南方 大約320公里的海域 確認到了包括這個遼寧號等等 六艘大陸的海軍艦艇的位置 指出呢這個遼寧號從3號開始 已經連續三天 實施艦載機殲-15 還有直升機直-18的起降演練 日本除了派出出雲號來進行 秦搜還有監視之外呢 也派出了戰機來陰影 講到日本就要來看到的是 跟這個病毒共存 還有呢進入了這個病後疫情時代 日本政府呢 目前正在演你開放 要讓外國遊客呢 可以到日本來觀光了 最快呢在這個月底就有望實現 那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訪問的時候呢 他表示說在英國的時候就說了 六月起呢 將會比照這個歐美國家鬆綁邊境管制政策 其實日本當局呢 是已經在演你要開放外國觀光客來入境 甚至最快五月呢 就可以以這個實驗性質的方式來實施 不過是有條件的 包括了入境者一定要打滿三劑疫苗 只開放這個做好行程規劃的小團的旅行團來入境 不過有關這項方案的細節呢 目前還沒有公布 繼續來關注的就是這個俄烏戰事了 至今呢已經邁入第73天 俄烏雙方呢持續在這個馬利波的 亞速鋼鐵廠基站 同一時間呢大約有50位的平民 也從馬利波撤離 而最新消息傳出的是呢 烏克蘭的海王星飛彈 很可能又擊毀了俄羅斯的一艘 這個上將級的巡防艦 不過對於媒體報導呢 美軍提供具體目標勤資 協助烏克蘭擊沉這個黑海旗艦莫斯科號 對此呢美國國防部是予以否認 在馬利波的亞速鋼鐵廠 俄軍與烏軍持續交戰 人道救援行動恢復進行 共50名平民得以自馬利波撤離 但是俄軍勸人違反停火協議 竟然攻擊一輛協助救援行動汽車 一段罕見的影片也在網路上曝光 是俄軍所謂解放烏克蘭民眾 將他們暫時安置 然後逼迫前往俄羅斯 而據英國媒體報導 俄羅斯一艘上級巡防艦遭到烏軍飛彈擊中切火 初步消息顯示是烏克蘭發射海王型飛彈 命中軍艦使艦身嚴重損毀 但是這項消息還有待證實 據媒體報導有關美軍提供勤資 幫助烏克蘭擊殺戰場將領 以及以飛彈擊成莫斯科號 美國國防部對於相關報導再度否認 另外聯合國安理會週五發表聲明 對維護烏克蘭的和平和安全深表關切 這是安理會自俄烏開戰後首度發表聲明 內容經過安理會一致同意 包含俄羅斯在內 記者龔邦華西海宇報導 焦點在轉向亞洲 就第六屆的香港特首選舉 明天就要舉行了 那麼這也是北京當局通過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相關的法律之後 首次的特首選舉 和過去不同的是 這一次只有一位候選人 他叫做李家超 在香港之前爆發反送中事件的時候 李家超曾經擔任過保安局的局長 一起來聽 當今世界大變 國際關係複雜 香港要把握機緣 不等得 不遲得 我們要鞏固香港 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地位 發揮香港自由開放 聯通世界和內地的優勢 今晚這次的選舉 只有李家超一位候選人 但他仍在選前舉行了造勢大會 他強調要建立安全穩固的環境 打造會做事的政府 還指出上任之後的首要任務 就是要通過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 也就是禁止任何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 顛覆中央的行為 再來看到的是印象派大師 畢卡索 他的藝術才華與生俱來 其實他的創作欲望如此旺盛 還有個人豐富的情感經歷 有著莫大的關聯 在5月中的時候 紐約的蘇富比拍賣會上 畢卡索 他在1932年創作的 《躺沃羅女》 將會首度拍賣 預料成交價上看6千萬美元 大約是台幣18億 那麼這幅作品是畢卡索的 《馬力沃特》系列作品之一 預料也將拍賣出 這個系列的最高價格 那麼這也是畢卡索 在45歲的時候 遇見了一名17歲少女 《馬力沃特》 畢卡索就以她創作了許多作品 後期的作品 更有許多顛覆船頭 肖像化的定義 把畫風也對後世 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次拍賣價格 預料將會創下新高的紀錄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 我們旺旺水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約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bps容量的物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 別再把它推薦 那